看李佳琪这个视频有感 人有钱之后跨越阶级了 就真的很难再做起一个小老百姓了 花西子越来越贵了 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股货品牌很难的 真的不是那种随便买原料 就做的品牌 我跟花西子跟了多少年 他怎么起来的 我是最知道的一个人 他们都差点把他们家掏给我了 那乱说这么多年 都是79块钱 哪里贵了 买一只送两个天换装 很划算 有都是找找自己原因 好吧这么多年的公司挡没账 有没有认真工作 好不好 舒适的环境待太久 不了解人间几苦了吗 近日知名带货博主李佳琪 直播间介绍花西子一只美笔石 直播间弹幕飘着网友说 美笔79元一只贵 李佳琪也是直接对着镜头回应 不要乱说 美笔一只79 国货品牌很难的 花西子越来越贵了 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国货品牌很难的 那乱说这么多年都是79块钱 哪里贵了 买一只送两个天换装 还反问网友 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有都是找找自己原因 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好不好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我真的快疯掉了 直播间旁边工作人员表情 似乎都看不下去 随后这一言论引发网络争议 可能李佳琦团队看到 他在直播间的发言 上榜热搜 李佳琦后面又进行原厂 否定之前的言论 还带点阴阳怪气说 但事情圆滑 称自己以前的状态找不到了 强为难说自己什么都不能错 然后我们直播间也会有非常便宜的梅笔给大家做 那个呃就补充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好不好 不是所有人都要买花锡子啊 没有那个我不我不帮花锡子招黑了 不是所有人都要买花锡子 我们还有五十块钱三只的梅笔 好吗也会有 好好不好 我们也会有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 好吧不好意思啊 没问题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圆滑 圆滑 我也在学习做这件事情 反正以前的李佳琪的状态是完全不在的 看不到了 尽量保证以前的那种有趣的状态和喜欢 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状态 导致现在我完全就是什么都不能错 咱们就做一件圆滑的人吧 还有网友表示 就算没涨价 也别阴阳怪气打工人 认真介绍产品就好 不要在价格上PUA消费者 对此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在李佳琪直播言论引发热议后 网友找出另外一段直播视频 看完也是不知道到底谁变了 希望之爱粉要理解他 你可以 咱们就不回复 我就不回复你了 好不好 我没有什么意思 是 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如果你是之爱粉都不理解我的那个感受的话 说法的话 行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不好 你是我的之爱粉啊 你都不理解我刚刚说那句话的意思吗 期间说自己其实可以不用工作了 现在还在工作 是因为为了履行此前答应 大家希望他一直播下去 但是做照也其实真的是很 为了大家看 对吧 还可以做那么辛苦 就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但是他必须工作 是 这是我坐在这儿最后的意义 就是因为你们想让我们多陪一会儿 那我就坐在这儿唯一的意义了 并表示每天坐在直播间头很痛 我跟你说真的 头痛到死掉每天坐在这儿 真的 就你们对我们好 我就真的 我唯一唯一坐在这里的最后最后最后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公司这么多人 还有这么多同事需要培养 然后就是你们 觉得说我们坐在这儿 每天你们打开直播间 很开心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们都说过一句话吗 我不买可以 李嘉欣必须要播 这句话好不好听呢 如果站在字面上的意思不太好听 因为觉得你们很自私 但是在于我 对于我对你们的理解 我觉得你们把我当做了一个 随时随地可以陪伴的那个状态 那我觉得就是我坐在这儿最后的意义了 此前李嘉欣回应花西子后续 我现在是完全什么也不能说 以前那个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有趣的李嘉欣已经不在了 咱们就做一个圆滑的人吧 如果你是JF 你都不理解我的那个感受的话 行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不好 这是李嘉欣面对争议第一次道歉 当时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怪粉丝不理解他 一开始李嘉欣让网友不要乱说没笔价格贵 同事察觉到李嘉欣情绪不对 急忙就场 要不要帮我画吗 但是李嘉欣没接查 说出让同事瞳孔震惊的话 网友只是合理质疑产品价格 李嘉欣反而用高高在上的口吻 对网友工作不努力 甚至说自己本来可以不工作了 现在出现在直播间 只是为了陪伴粉丝 若李嘉欣接了同事话茬 就不会因为言论不当惹争议了吧 所谓水能在周亦能复周 舆论发酵后 李嘉欣也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深夜发文道歉 看起来很诚恳的样子 不过从日评看 大多数人似乎不买账 觉得李嘉欣挣着普通人的钱 到头来嘲讽普通人贫穷 李嘉欣去年因为选品停播了几个月 当时所有女生盼着他复工 他也如愿顺利回归 这次李嘉欣却用语言攻击了他口中的所有女生 这次的危机跟上次不一样 大家觉得他还能顺利化解吗 知道一个月五千块钱的工资 买什么来没有 不要买了没有 咱们再努力一点 对 你 把那个钱省下来 先把自己的温饱解决好 好吧 再学几门 就是功课 让自己变得努力 变得强一点点 你再去买 等自己有更多的钱 再去体验 不要因为想要用大牌就要开始什么 啊我要省的减用 我觉得不合理不合理 对五千块钱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好吧 交房租也要交吧 学电费也要交吧 被子 冬天的被子也要买吧 冬天的羽绒服也要买吧 对吧 理性消费快乐购物 没有工资的人也在抢 怎么办 理性消费快乐购物 我们还是要推荐给比较有实力的买一买 对 好吧 如果你那个月薪是五千 但是你存款很多 我觉得你也是可以 你存款比如说六位数 当然可以买 立马买 相信我你直接拥有它 对的好不好 你直接拥有它 对对对对 工资两万可以买吗 看你自己 呃就是不能每天买 一个月买一次也没有太大问题 这是所有的货吗 好啦美女们对不起这所有的货 再见 下一个 CT来咯 宝石十二色眼影盘来了 好不好 他说我月光但是我一套 但是我每月一套SK2 我爱我 你快就好 就好 就但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 呃理性消费 然后快乐购物 是的 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购买好不好 嗯 真的啊 我不要你们天天买的没关系的啊 对的 不用因为李佳琪直播间而去 就是就是一定要买这种大牌 我还是说一句心里话 赚多少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三千块钱有三千块钱的过法 三万块钱有三万块钱的过法 三十万有三十万的过法 我觉得只要天天开心 就是心情开心 心情愉悦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心情愉悦比赚多少钱都更重要 但是说一句心里话 赚多少钱心情更愉悦 对会 哈哈哈哈 就就就 所以我们要需要自己更努力 去收入更高 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 你就是再来买柴面 那就是真的 完全不会心疼吧 花西子越来越贵了 哪里贵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好不好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股货品牌很难的 哦 而且花西子真的不是 随便买原料就做的品牌 我跟花西子跟了多少年 他怎么起来的 我是最知道的一个人 是 他们就差点把他们家掏给我了 差点花西子心里了 好不好 真的乱说 这么多年都是79块钱 哪里贵了 买一只送两个替换装 很划算 79 你要不要帮我换吗 有的都是找找自己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好不好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我真的快疯掉了 女生们 这就是我们花西子的一个美笔 然后 我们直播间也会有非常便宜的美笔 给大家做 那个 呃 就补充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 好不好 不是所有人都要买花西子 没有 那个 我不帮花西子招黑了 不是所有人都要买花西子 我们还有50块钱三只的美笔 好吗 也会有 好 好不好 我们也会有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 好吗 不好意思啊 没问题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咱们就做一件事情 圆滑 圆滑 我也在学习做这件事情 嗯 反正以前的李佳琪的状态是完全不在 看不到了 尽量保证以前的那种有趣的状态和喜欢 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状态 导致现在我完全就是什么都不能说 嗯 咱们就做一件圆滑的人吧 好好好 这上不是一件好事呢 对吧 是 咱们有很便宜的 咱们也会上很贵的 200块钱一只的我也会卖 好吗 品牌不一样啊 状态不一样 来